buddies 上次我在這裡有沒有推薦過一部電影 叫 Arrival 就是異星入境 最近得到奧斯卡最佳音效獎 奧斯卡最佳音效獎 講外星人 Arrival 來到地球 那一部片 沒有看過的人會以為它是一部戰爭動作片 或講外星人 類似像 ID.4 這樣的一個動作片 但是後來看過的人會比較覺得 他好像是一個講人性 講哲學的一部電影 而且更好玩的是 他的作者 原作的作者 是一位華裔的 華裔美國人 華裔美國人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那部電影 外星人所使用的文字跟語言 很像中國的書法 有沒有看到 外星人所使用的文字跟語言 很像中國人的書法 像水墨畫 覺得非常的有趣 一個華裔的一個美國人 寫的一個原著小說 被拍成了電影 開始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老師覺得今年的主題 非常有趣 叫照亮人深入 照亮人深入 那今天的主題是 格雷的十二道陰影 篇魯已經是第十三道了吧 用愛 穿透人性的十二道陰影 我在想 我們的佳寅主編 總編 他今年的這個主題 應該是如何在幽暗的人生當中 找到一條光明的道路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面對 人生的很多困境 真的是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亮光 所以我想他的原意 可能是希望大家透過 身心靈的學習 為你的人生 找到一個 亮光 那這個東西可能是你在過去 在你的痛苦矛盾當中 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光明 那希望來找到 人生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用愛 穿透人性的十二道陰影 大家知道 光線越強的地方 陰影越明顯 陰影越明顯 所以我們一路在講 人性的光明與黑暗 或是我們講 善與惡 對與錯 是與非 當我們想找到人性的 或是找到人生的一個光明 那我們是否也要學習 如何去 穿透 看透 我們內心的 黑暗 舉例來講 有時候 這個 烏雲密布的時候 更顯出 低到穿透雲層的陽光 是多麼的珍貴 所以當我們在自我面對 自我學習跟成長的時候 各位 怕的 不是我們找不到光明 找不到希望 怕的是 我們的光明跟希望 照不透 穿不透 我們內心的 那個 黑暗的雲層 我們內心黑暗的雲層 就像以前 我常常跟同學 好 做一個鼓勵也好 打一個比喻也好 我說其實 每天早上起來 都是陽光普照 太陽永遠在我們的頭頂上啊 各位 其實每天都是陽光普照啊 可是為什麼在地面上不是呢 因為雲層遮住了 因為雲層遮住了 不然多厚的雲層 多大的 颱風 颶風 龍捲風 你只要穿到雲層的外面 永遠是什麼 陽光普照 太陽每天都在 太陽每天都在 是啊 太陽 太陽沒有不在的 他只是被雲層擋住 那雲層擋住了 我們就覺得 太陽不見了 可是各位 太陽從來沒有不見 太陽從來都在那裡 只是我們被陰影 擋住了 我們被陰影擋住了 所以我想今年的整個主題在於 我們怎麼去 認識 覺察 比如說人生中的 性妄愛 永遠都在 所有生命中的 智慧也好 解答也好 所有疑難雜症的療癒也好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他從來沒有不存在過 但是對於我們在地面上的人們而言 不是太陽不存在 而是怎麼樣 怎麼樣 被 烏雲遮住了 烏雲遮住了 你就 遮久了 你甚至一度會懷疑 是不是沒有太陽了 就為什麼太陽都不出來 太陽沒有不出來 太陽很無辜 說我每天都有出來呀 我就在那裡 我哪裡沒有出來 九大行星每個都在呀 太陽沒有每一天不在 可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被 頭頂的烏雲 頭頂的烏雲 或是被我們 心中的烏雲 各位 不只是你的頭頂有烏雲 頭頂有烏雲沒有關係 守得雲開 見 日出 頭頂有烏雲沒有關係 最可怕的不是頭頂的烏雲 是哪裡的烏雲 心裡的烏雲 心中的那套烏雲 那一層烏雲 他可能後的根本 讓你看不到你的人生的未來 是啊 像那天有一個個案來看我 那是一個這個 營造廠的大老闆 然後來看我的時候 說說他很委屈 那因為他來看我的祖術 其中一個部分是 太太一直覺得這個先生 外面有女人 從所有的蛛絲馬跡裡面 太太覺得他有女人 好那個先生來看我 當然 大家知道 精神科的 第一個 專長就是拷問嘛 拷問大家知道嗎 就是用燈一直拷 拷到他說史話為止 或是 進朱籠嘛 或是放水牢嘛 就是 沒有啦我的意思是說 從我們的臨床經驗 取得個案的一個 配合跟合作 一個 充分的專業跟保密 他個案的秘密 我都不會告訴外人 我都只會告訴自己人 因為我把大家都當自己人 好啦 對 好然後 我再跟他做一個 婚姻的一個過程的 詢問跟探索 我就跟他講 那你自己 有沒有常常去深色場合 他說真的許醫師 有時候會應酬到酒店去 可是都真的僅止於喝酒 我說你自己是營造廠的大老闆 你說二三十年 你沒有愛鄉愛妥愛媳婦 重情重義重分泌 為民後母 我很 相信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啦 這是開玩笑 你當個營造廠的大老闆 跟客戶 跟那些 廠商 你說沒有這個粉味的 我實在我不容易相信啦 可是 從個案的一個回應 從他的語氣表情 至少到目前啦 那許醫師的這個專業的判斷是 他 好像真的沒有外遇 真的沒有外遇 除非他是一個高明的騙子 那可能我們還在做一些生理回饋 再做個測謊啦 做個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在太太的心目中他已經外遇了 那重點也不是他在太太的心目中他已經外遇了 重點是在太太的心目中 太太的 內心始終被套烏雲所籠罩 就是你一定會外遇而且你對不起我 你對不起我 各位 因為我們這樣講 人類之所以變成現在的人類 不是一開始就這樣 對 各位你要知道 人類的視覺聽覺 我們看待 物質實相的 過程 其實是演化的結果 早期人類的視覺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各位這點非常重要 早期人類的視覺 Visure Visure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我舉個例子而言 早期人類是可以在物質實相當中 栩栩如生的 看到他自己的想像物 就是想像的世界跟現實的世界是沒有完全分開 各位舉例來講 比如說你想像一個 魔鬼好了 你會真的醒的時候看到一個魔鬼嗎 不太會 可是對早期人類而言 其實他會同時看到兩種東西 一種東西是 真的是物質實相的一個 存在 一個是 他也會看到他自己 想像力的 世界的 產物 而這個東西在我們這個文明裡面 後來在某一些所謂的 藥物濫用 像 阿密他命也好 或所謂的製幻劑 Hallucinogen 的人身上也會發現這一點 他會看到一些幻覺 那個幻覺是他想像的 所以有一些使用藥物的人 他會分不清楚 現實跟幻覺 那為什麼分不清楚 因為 他的幻覺是他可以感受得到的 可以看到他的幻覺的影像 所以他會把幻覺的影像 跟現實的影像搞混的 可是各位 這其實是早期人類的 特質 所以早期人類的視覺 跟現代人類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好那這個能力 其實我們現在在夢裡面 你還是在用這個能力 在夢裡面藉由失去現實感 藉由離開物質實相 而在夢裡面 很多你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你的想像物 是你的想像物 因為在夢的實相裡面 你的 mental image 你的想像力的畫面 會直接變成視覺畫面 變成視覺畫面 而更具體 而為的 顯現給你看 你的外境就是心境的 立刻顯現 但在物質實相裡面 他沒有那麼立刻 就是你要覺得自己很悲慘 很悲慘很悲慘 過了好幾年 你才會開始越來越悲慘 但是在想像力的世界裡面 在夢的實相 你立刻覺得自己悲慘 外面的環境 馬上變悲慘 他是一秒鐘的事情 他是一秒鐘的事情 好那之前跟大家解釋過 為什麼物質實相 需要慢一點 需要時間 因為 人類還在學習 他不可能跟你太快的回饋 否則你沒有辦法透過 時間的效應 而看到他的結果 而回來 檢討自己內心的畫面 所以外在的實相 作為一個內在畫面的 外在顯現 而物質實相 他需要一個時間的因素 就是當你越過越悲慘 當你覺得都是人家害你的 最後你會回來問 都只是人家害我的 還是 是我自己的 內心世界 把我自己一直往悲慘的方向帶 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意念 我自己內心的畫面 一直把我往悲慘的方向帶 所以最後你的悲慘你會發現 真的所有都是人家害你的嗎 還是你已經預設了 你自己是悲慘的 預設了人家都要這樣對付你 好 再回到剛才那個太太 所以先生有沒有外遇是另外一件事 她的整個婚姻裡面 已經被她的 先生的不忠 她的婚姻的痛苦的 這個陰霾 所籠罩 各位 當我說我們的內心 被陰霾籠罩住了 其實你們應該可以體會 許醫師的意思 到底什麼東西 是你內心的陰霾 內心的陰霾 而你內心的陰霾 各位 我打一個比喻 它就好像 外面的烏雲 你一早起床 烏雲密布 你看不到陽光 感受不到那個 陽光照在樹葉上 閃閃發亮的感覺 那種清新 那種愉悅 好 甚至有時候我這樣形容 縱使今天陽光普照 但是如果你的內心 籠罩著一個 很強烈的陰影 不管是事業失敗的陰影 婚姻痛苦的陰影 孩子 健康的陰影 如果你的心頭 被種種的陰影所籠罩 那麼縱使外面陽光普照 你一點也感受不到 溫暖跟喜悅 來 各位 沒錯吧 是 好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好了 今年的這十二個主題 其實就是如何用賽斯心法 讓各位把你們內心 一道又一道的陰影 他們是講 格雷十二道啦 我不知道各位你們有幾道啦 好 到底你心中會幾道陰影 好 如何 真的以身心靈的學習 賽斯心法的概念 好 讓你從一道一道又一道的陰影當中解脫出來 好 簡單來講打一個比喻 撥開 你心中的陰影 重新見到你的 內心的陽光 或我們講 神性或 佛光普照 各位 因為我剛講 有時候 當一個人掉入憂鬱的時候 就像 外面 陽光普照 你一點都感覺不到快樂跟喜悅 有時候你只好起床 假設你的 房間啊 床鋪剛好又是 有陽光直射進來 升一個懶腰 看見陽光的陰影直射進家裡 各位多開心的一件事 多開心的一件事 好 就像很多 這個中南部的人 其實比北部的人快樂多了 好 有時候 空氣污染如果不要太嚴重 曬過 陽光的衣服 就是有一個不一樣的味道 有沒有 對 跟那個烘衣機就不一樣 好 曬過陽光的衣服 真的就是有一個暖暖的味道 好 這樣空氣污染不要太嚴重 因為在北部曬過陽光 大概也 要再重洗一遍了啦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 如何透過身心靈的學習 讓我們心中 真的可以 波雲見日 各位 我們見的這個日 好 不單只是外面的太陽了 是我們心中的 自信 打從內心的一種 快樂跟喜悅 打從內心的一種 你能夠真的 再感受到一種 開心的心情 你的心情不再這麼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來提到 無愧跟內疚 來 大家有沒有開始發現 我們總編的思維了 好 因為昨天我在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心裡就相教你個芭樂 這是在講啥 學這麼文雅這樣 你到底是要學醫師講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先訂題目 我再去想他們要我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很奇怪 很顛倒 每次我都到那邊 訂這個題目 他是要我講什麼 然後開始揣摩他在想什麼 為什麼訂這個題目 那我要講什麼 到底什麼意思 反正我一定講得出來 是嗎 對 你媽媽這樣笑太開心 這樣好嗎 對 人生很快樂 好 所以 什麼叫無愧 什麼叫內疚 好 我想他要表達的是 當你無愧的時候 我們講 撫養無愧於天地 講話會怎樣 昂聲 講話會昂聲 我無對不起你 我無對不起 天地 你知道嗎 當你有一個 我無對不起你 我沒有對不起你 你就怎樣 突然長高了 有沒有 本來矮矮的突然就長高了 那個 我說的是氣勢 對 那什麼叫有愧 各位心中有愧是什麼 顯然是 內在有一個罪惡感 內在有一個 自責 但是我們先講個笑話 台灣人最厲害的是 就算心中有愧 都會裝作無愧的樣子 而且越 內心羞愧的人 說話越大聲 有沒有 對 然後每次看電視新聞 我們就覺得 就是在看一齣戲劇 像早上看到一個新聞很好笑 幾個年輕人好像到哪裡去 高雄古山還是哪邊 去買一大堆零食啦 夜市啦 用假鈔 然後警察抓到他了 從他身上收出四萬 四萬塊的假鈔 都是千元大鈔 然後問他這個假鈔怎麼來的 我也不知道啊 老闆給我的啊 警察先生這真的是假鈔嗎 怎麼分辨呢 你可以教我嗎 我在想教你個拔蠟 然後警察就說 那是假鈔成你身上收出來的 這你的你還問我 各位 那時候已經不是無愧了 叫做裝白癡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無愧 與 內疚 他應該是一個 自我覺察 自我面對 不是被警察抓到你會說什麼 你當然說我剛才吃的薑母鴨 我沒有喝酒啊 誰知道老闆酒加那麼重 下次我要跟老闆說 酒不要加那麼多 加那麼多對不對 當然是吃薑母鴨 你有喝酒嗎 有喝酒嗎 你是吃薑母鴨對不對 還有燒酒機 還有羊肉爐對不對 他羊肉爐裡面加酒 所以你沒有喝酒 酒測就是沒過啊 好 無愧與自責 其實我在想 從賽斯心法 那是一個 自我面對的功夫 因為各位 我們講句實話 人到後來 我們只想 怎麼樣應付這個世界 應付過關就好了 如果我能夠應付過 我就不用面對自己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世界 我們講某句實話 大家都在應付 大家都在應付 大家都在應付就好了 反正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我在想什麼嘛 反正我自己 心裡面是只有我知道嘛 只要你不知道我幹壞事 我就沒有幹壞事啊 所以各位 我們整個社會的風氣 整個人心 越來越變成什麼 反正 只要沒有人知道 反正只要不被發現 我就沒做壞事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 人最後不是為社會負責 以身心靈而言 人最後是為誰負責 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談一個 為自己負責的過程 但是 在賽斯心法裡面 我們絕對要開始避免 什麼叫一個 過度自責的模式 所以人除了 如何尋求自己內心的無愧跟內疚 我們同時也會開始在談 你是否有很多 不必要 且過度 被 使用的 自責跟內疚 好 那 這地方 等一下我們要談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 我們從身心靈健康來談起 身心靈健康來談起 像昨天 下午是在三音峰會 一個講座跟一個工作坊 那工作坊的主題叫 身體是你最切身的環境 那我記得我跟大家講過 所有疾病的背後 一定包含了 自我責備 所有疾病的背後 都跟所謂的 自責 甚至我不夠好 甚至是 我的 內疚 與罪惡感 絕對 離不了關係 所以 疾病的身心靈探討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探討罪惡感 好 比如說大家如果有看 賽斯書 尤其是 賽斯的最後一本書 健康之道 提到 魯伯 整個生病的過程 賽斯不斷地在提到 一個 罪惡感跟 自責 是如何影響到健康 甚至各位 我們今天還要再把主題再延伸一點 所謂的 自責跟罪惡感 他不見得只會在這個輩子 這一輩子存在 意思是說 如果你在這一輩子 或是上一輩子 某一輩子 你做了哪一個蠢事 以至於你覺得自己傷害了很多人 也許在轉世的過程當中 你已經學習了 且付出你應付的代價 可是你的內心 從來沒有原諒過自己 你的內心從來沒有 寬恕過你自己 你這個自責的能量 會帶到下一世 所以你們一直都以為所謂的業障 是上輩子做了什麼壞事 你受到報應 然後誰要懲罰你 各位 誰那麼有空來懲罰你啊 很多的業障病 是你們根本就不了解的 很多的業障病不是犯了什麼因果 誰要來處罰你 各位 你們都被那些笨蛋騙了 很多的業障病 是在轉世的過程當中 一個自責 跟一個 我無法原諒我自己 的一個 罪惡感的延伸 雖然你已經到了這一輩子了 可是你對某一個自己在前世 所犯的錯誤 在情感層面 在內心層面 你深深的 不原諒自己 於是他形成了一種 自責的 電磁能量 於是這樣的能量 有可能在你的肉體上面造成殘缺 有可能 你變成口疾 有可能你變成某一個 生理的疾病 其背後代表的是 在內在的自責跟罪惡感的部分 你從來沒有 好好的 原諒過自己 各位我說的原諒不是寵愛 不是 縱容 不是知錯不改 我說的原諒是 所有的眾生 都應該要被寬恕 這個寬恕的背後 同時也代表了我們如何真實的自我面對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得到寬恕 所有的人都應該最後得到原諒 否則你沒有辦法真的得到心靈的平靜 各位 如果沒有真正的寬恕 是不可能有真正心靈的平靜 於是在我們心靈平靜的 整個 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多少的 自責 內疚 甚至 會救 所以昨天在三英峰會 我們就帶 我就帶這個工作坊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許醫師怎麼帶這個工作坊 比如說我會跟大家講 我們講到 內疚 內疚跟 自責 我就跟工作坊的學員說 許醫師要你們列表 第一個問題是 你摸著你的良心 你問你自己 不要管別人怎麼看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夠好的 兒子或女兒嗎 甚至要同學 跟我說 許醫師 我覺得我是一個 Burr 棒的兒子 或女兒 來大家跟我念一遍 我是一個 Burr 棒的兒子或女兒 來 我是一個 Burr 棒的兒子 女兒叫他自己說女兒啊 我是說你自己 就不要 兒子或女兒 你性別錯亂喔 你男的就要說兒子 女的就要說女兒啊 來 你們一定要這樣嗎 來 我是一個 Burr 棒的 女兒 來你是嗎 是 很大聲喔 你真的覺得自己夠棒嗎 說實話 對某部分我的理性告訴我 許醫師也是一個 Burr 棒的兒子 可是某部分我的內心 我依然有我覺得我自己 做得不夠的地方 你們懂我意思嗎 我依然有我覺得自己 能做到而沒有做到的地方 我依然有我的 自責跟愧疚 比如說我也常講 自從我哥哥出家當和尚之後 我就從老妖 變老大 變獨生子 然後面對一個 這個 媽媽而且不能說他幾歲 你們下次看到他絕對不要說 喔許媽媽你都 幾歲了看起來這麼年輕 你回去就害我被罵 你幾歲你別人說 都不能說 知道嗎 許媽媽幾歲 對 老三歲就好了 有沒有 而且 要叫阿姨 大姐啊對就大姐 看到我的大姐要叫 小妹 對不對 對某部分 我可以很驕傲地告訴你 我 怎麼樣買房子給我媽住 我怎麼樣 幫她請這個 24小時的應用 我一個月 給她多少錢 我還生日 過年年節怎麼樣怎麼樣 我還一兩個禮拜 跟她吃一次飯 盡量抽空去 看看她 可是某個部分 你覺得我心中 有沒有我自己的一點 當我真的面對我自己 我有沒有覺得其實我是可以做更多的 對不對 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內心有沒有那份自責 有 有 我記得我跟大家舉過一個例子 有一次約瑟在 魯伯口述塞斯書的時候 他做文字紀錄嘛 那天也許沒有特別累 寫的字沒有特別多 可是約瑟的手在抽筋 約瑟的手在抽筋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很痛 後來賽斯就跟他說 你怎麼覺得很奇怪呢 哪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真的去問你的內心 你同時在這裡覺得 你在傳遞賽斯書 同時你媽媽在醫院住院 其實你內心是有自責的 為什麼你現在不是在醫院陪你媽媽 你同時覺得你現在在紀錄賽斯書 將來可以幫助很多眾生 可是你媽媽你怎麼沒有去幫助他 啊你叫這個別人你自己人你叫這個嗎 各位你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當我們真的自我面對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聲音說 其實我是可以做更多的 其實我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多 我剛講你莫問我 也許很多人會安慰我 也許是你不要自責了 你已經跟 一般兒子比起來 你已經怎麼樣怎麼樣了 有沒有 可是對我內心來講 有沒有一個部分 其實我還是有我的 愧疚 比如說一個 獨生子 齁 娶妻生子了也生不出一隻蟑螂 讓父母親含恨而逝 對至少我雖然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主權 可是剝奪了父母親的寒儀弄孫 對不對 你看 好不容易他們也活了這麼多年 就這麼多娃孫 還有一個內孫就沒有 對吧 一個甲爪也沒有 雖然我們也覺得自己 也沒有做錯什麼 對不對 是啊 可是有沒有小小的遺憾 怎麼樣 各位 所以今天我們在講我們如何很真實的自我面對 好比如說 我是一個獨生子了 那為什麼不跟媽媽住呢 也是我媽媽那時候抓狂的時候就罵我 因為大家都在你貌死在那裡啦 老婆死在這裡你就不知道啦 你家中的兒子你是怎麼打得這麼開心 你的母親吾咬你的時候你會在那什麼地方 你會在那裡閉在你的家裡 你是你 為什麼要不要在家裡 你不要在家裡 為什麼我的兒子不能在家裡 有沒有 你在抓狂的時候很恐怕 你會不會在家裡 因為以 中國傳統的習俗來講 獨生子要不要跟媽媽住 要嘛 尤其媽媽年紀又大了 而且洗腎不能說 獨生子不可以說是嗎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都害死我 尤其媽媽你的獨生子 氣勢到這裡都看不出來 噢 你是知道喔 你們這裡不要這麼白白好不好 人就不要讓人知道 你一定要別人說 這樣知道嗎 知道喔 不要害我 我給大家說他警告過喔 不可以說你幾歲喔 不可以說你的獨生子 看起來氣勢到這裡好喔 有沒有 我給他們警告 有警告人嗎 有喔 比較注意的喔 他罵我嘛 你待在你媽死後要做什麼 只要一群你的老母而已 你不用在 顧老母 對 對 某部分我媽媽說的對不對 他說的是對的 某部分他說的是對的 不管我理性在怎麼否認 我內心有一部分 是不是覺得 是的 你說的並沒有錯 是的 也許我是可以做更多 所以我們內心常常有一個自己 我是真的做不到 還是其實我沒有盡力 是因為我不夠勇敢 還是其實我找了很多 自我合理化的藉口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 理解喔 我們內心其實有一個自己 人的內在都有一個自己 是利他主義者 你都希望人家高興 最好你能滿足全世界每個人的需求 可是我們不一定能做到 我們不一定能做到 於是我們的內在有非常多的 自責 愧疚 愧疚 各位 好 包含如果問各位 你們的 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還在嗎 如果還在的時候 你覺得你會有什麼不同 大多數人都會告訴我一句話 心中是有一點遺憾 當初活著的時候沒有對他更好 當初沒有更多的陪伴 當初沒有跟他多說幾句 溫柔 體貼的話 當初沒有 跟他好好的相處 真的有多少個案告訴我 爸爸往生前一天還跟他大吵一架 有多少的機會 沒有好好的說再見 有多少的機會 沒有開口說出那句話 我愛你 於是他就這樣走了 來 心中有沒有一些遺憾 來 有沒有 還有更多個案告訴我 許醫師 爸媽辛苦一輩子 我還沒賺到錢 他就離開這個世間 換錢你知道嗎 從小到大 從小到大 想說我賺了錢給父母 好一點享受 買個車子 載他去哪裡玩 你買了車子 也沒載他去哪裡玩呢 也沒有啊 對不對 好啊 想說賺一點錢 讓父母過一點好日子 結果 等你真的賺到錢了 他在嗎 不一定在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於是我們的內心有多少的 難過 自責跟愧疚 包含我剛講 約瑟的手在抽筋 賽斯說很簡單嘛 你覺得你在做賽斯心法 在幫助眾生 那你覺得你不 你內心自責 你不是應該幫助你媽媽嗎 那你現在在幫 你太太 傳這些賽斯資料 可是這個時間 你媽媽如果在醫院 你不信要去陪伴他嗎 於是你的內心開始有了一個什麼 自責跟愧疚 我怎麼會這樣 我不夠好 我不應該這樣子 於是你對自己產生了一個負能量 於是這個負能量開始讓你生理的正常運作 開始受到阻礙 於是他甚至形成病痛的根源 是啊 好 各位等一下下半場我會開始來做一件事 一個 身心靈的儀式 儀式 當然我不是神父 我也不是仁波切 再講個笑話 我以前有個個案 在那個 新北市聯合醫院 那時候我在那邊當精神科主任 我有個個個案進來 跟我頂禮 我問你跟我頂禮幹嘛 他說許醫師你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仁波切 我說什麼叫仁波切 他說不管你怎麼說 可見我真的是精神科的 他說在他心目中 我就是他的仁波 在他心目中我就是他仁波切 剛講到哪裡 那個儀式 我一直記得再次講了一句話 來 仔細聽 在過去的 宗教信仰裡面 不論東方還是西方 我們不斷被給予了 因果的觀念 業障的觀念 原罪的概念 可是在過去的宗教系統裡面 他幫你開一扇門 關一扇門一定會開另一扇窗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宗教的這麼多的原罪業障因果觀念之下 他有很多的贖罪的方式 有在天主教裡面 每個禮拜上教堂跟神父告解 神父對不起我剛才看的那個 女生看了他的屁股多看兩眼 我有罪 神父我昨天晚上跟我先生愛愛的時候 其實我是想他是這個 劉德華 我想的不是我先生 我想的是張學友 因為最近看張學友的演唱會 神父我有罪 好 所以以前我們 在日常生活當中 被灌輸了很多 我是個有罪的自己 a sinful self a sinful self 就算你這一輩子很善良 也不代表你沒有罪 因為你有很多前世 你每個前世都是罪惡滔天 罪惡你知道嗎 知道嗎 罪孽滿身的眾生 你有多少次的轉世 每次轉世你犯多少錯 你有多少業障在身上 還有打過幾次小孩 多少隻英靈跟著你們 還不代表只有這一次喔 你前世有沒有打過小孩 前世打更多 就多少個英靈跟著你們 有沒有 很沒有喔 有沒有 好各位 我們有很多罪的概念 罪的概念 所以歷來有這麼多懲罰的概念 在東西方的宗教裡面 很多的罪 那西方也是一樣 人一生下來就有罪 原罪嘛 從亞當夏娃偷吃禁果 從該癮 把亞伯殺掉 弟弟把哥哥殺掉 對 從這個 弗洛伊德 的伊底帕斯情節 有沒有 兒子把爸爸殺掉 是啊 所以人類的 基因裡面 有多少的謀殺跟暴力 有多少的謀殺跟暴力 各位 就像你去澳洲 好如果你們去澳洲旅遊 你們知道澳洲最早的 這個除了原住民之外 澳洲最早的白人是怎麼來的 是在英國的犯人 因為英國覺得他們這群人是人渣 所以把這些犯人驅逐到澳洲去 也放 有沒有 就變成澳洲當年的第一批白人 那澳洲現在的犯罪力有比英國更高嗎 好像有沒有 所以澳洲的白人其實是罪犯之子 哪些罪犯 強暴犯 謀殺犯 搶劫犯 人渣 有沒有 所以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各位不是你 我們的祖先 你這支基因犯了多少的謀殺跟暴力 所以以西方的角度來講 人類的基因傳承 我們的土譜 我們的祖譜裡面 就是一部犯罪史 今天就算你沒有犯罪 你的祖先都犯了罪 所以有沒有業障 有沒有因果 有沒有原罪 有 很多 很多勒 各位 可是你要知道喔 在過去的宗教信息裡面 他自然有一套消除的辦法 有沒有 有沒有 在西方 很簡單 每個禮拜 到教堂去懺悔 然後奉獻十一嘛 十一啊 你收入的 十分之一要奉獻給教會啊 不然天主教會為什麼那麼有錢 因為十一啊 是 在東方呢 做法會 每個月 初一十五 懺悔 做法會 供養 佛法真 從頭到尾 整個 寺廟 就職在犯 海陸 懺悔法會 來 各位你們多久沒有參加懺悔法會了 來多久 來用安理多久沒參加了 來告訴我多久 赛斯都沒有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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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就是我們的缺點 來 譬如多久沒有參加那個 憺悔法會了 憺悔無時節以來所有的 貪稱痴 各位無時節以來就不是你而已啦 你自己的輪迴轉世 還有你自己的基因 你的祖先犯了多少的暴力謀殺的罪 包括人類最早的祖先 亞當夏娃 該隱殺了亞伯 各位 好我要講重點 在過去的宗教不管你說他千般萬般不是 雖然他創造了很多罪的概念 什麼都有罪 包括中世紀的教會還發行贖罪券嘛對不對 覺得罪惡比較深的人去買贖罪券啊 用券來抵你的罪嘛 好是做法會捐錢嘛 來抵消你的業障嘛 因為你有太多業障你要抵嘛 不管過去所有的宗教 有多少的這些扭曲的概念 至少他提供了一個贖罪之道 明白了嗎 至少他提供一個完整的體系 讓你不是只是累積這些罪 累積這些因果業障 他還提供給你一個 釋放跟消業的方法 來各位許醫師要講重點的 這一些罪業的概念 其實沒有改變過 他依著 人類的歷史 我們的文化跟社會 持續被流傳下來 可是大家對於宗教已經越來越 不虔誠了 宗教越來越視為了 所以強調罪業 強調你是一個有罪的生物 強調基因的缺陷 強調所謂自私的基因 還有最近如果你們看 這個應該Discovery 講到這個黑猩猩 有沒有 他們會集體出去打獵 殘殺猴子 暴力行為 好黑猩猩每隔幾個禮拜 會出獵 用非常殘暴的手段 對付猴子 表示人類裡面有什麼 暴力的基因 不管你有沒有暴力 你身上是一個暴力犯 好我們有這麼多的文化的 社會的 歷史的 基因的 可是各位 我要講重點的 可是在我們的現實當中 現在卻 沒有讓你們 能夠去贖罪的管道 你們現在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嗎 以前你可以每個禮拜去跟神父告解 神父我覺得隔壁的王太太 比我太太漂亮多了 神父我覺得童仲彥講得真好 不喜歡那個什麼 邱小姐的不是男人 以前你 定期有人可以告解 還有早期 整個歐洲世界 找精神分析師 去贖罪 去說出自己內心的黑暗跟負面 或以前宗教 道 道教也好 廟也好 佛教的寺廟也好 有很多很多這類的東西 很多很多的儀式 讓你去釋放你很多的 自責 內疚 跟你內心的良心上的一個 陰影 可是 這些負能量持續在累積 但是對現代人 而言 那些釋放的管道 不見了 各位你知道問題來了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付出 了